我把他们两个赶走,你陪我玩吧 爱怎么还哭了呀 就这样的,还想跟我们小雷总玩感情 不被甩,都新鲜了 我自己追死是我自己的事,你走 海上繁花正在热播 该剧讲述了职场小白杜小苏 和霸道总裁雷宇峥 从误会到相知相爱的故事 看过原著小说的剧迷都知道 杜小苏的初恋是富二代邵振荣 她说完美男友人设却意外去世 而邵振荣的去世 成为杜小苏心头最大的遗憾和伤痛 也让雷宇峥对她产生了误解和埋怨 虽然雷宇峥不苟言笑 原生家庭的不圆满 让她性格理解满了自我和冷漠 能力优秀是显而易见 但没有人能够真正读懂雷宇峥的内心世界 可在杜小苏身上 雷宇峥看到了乐观和坚强的力量 这种力量一步步照亮着雷宇峥 让她懂得了爱和被爱 懂得了承担和原谅 故事到了这里 杜小苏默然也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雷宇峥 本来公主和王子马上就要过上童话般的生活 可此时赴黑男林向远出来捣乱 害得雷宇峥坐进了大牢 雷宇峥的遭遇 让追剧大军对编剧感到无语 剧迷心中的雷宇峥可是呼风唤雨 只守周天的霸道总裁啊 这一切都是林向远陷害的 雷宇峥为了保住公司 保住娱乐城这个项目只能走进了监狱 这件事情虽然是何群飞最久后透露了公司核心机密 但雷宇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一个集团公司的负责人 只因为信任自己的助理 就把不能公开的信息告诉给了何群飞 说到底谁都不能怪 雷宇峥这次失败在了字符上 入狱后的雷宇峥才发现自由这两个字 原来可以如此奢侈 值个庆幸的是 雷宇峥在里面认识了一个做基金经理的育友 在育友身上 雷宇峥学到了很多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样 这里只是雷宇峥待过的一个地方而已 他可以当作来受罪 也可以当作来修行 时间到了 依然可以向前走 这里请剧迷注意 这个育友以后会是雷宇峥打败林向远的关键人物 可雷宇峥出狱后 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 看到爸爸躺在床上变成了植物人和群飞被公司辞退 雷宇峥觉得是自己害了所有人 在林向远的刺激下 雷宇峥不但整日借酒消愁 还叫来两个陪酒女 面对来找自己的杜小苏 雷宇峥一敢往日温柔 对她大声咆哮 让她赶紧滚开 杜小苏没有怪雷宇峥 她知道雷宇峥心里难过 也知道她在发泄 可是杜小苏不想看到雷宇峥这样做见自己 杜小苏知道 现在能挽救雷宇峥的只有自己 这世界上最能治愈人心的就是爱情 相信引额爱人的理解和陪伴 雷宇峥一定会走出困境 让林向远付出惨重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